原标题 是相当又尴尬 感应政府撤离在即 中国还没有正式接管 这就使得当地黑帮林立 像什么14K 新一安 三合会 以及和盛和等等黑帮整天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贩毒 抢地盘 收保护费 由于感应政府的不作为 致使当时的香港社会治安极为不稳定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古惑在题材内的电影 这些电影的背景 基本上都是有原型的 正当香港本地黑帮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香港突然出现一波打发很漏 皮肤有黑和蒋月女和大陆方言的青壮年 他们的出现 使得香港本地黑帮非常害怕 他们这些人也不工作 每天就成群结队的四处找场子 索要高额的保护费 他们出手很辣 和传统的功夫不 一样的是 这些人的功夫都是实打实的杀人计 所以 经常有香港本地黑帮成员死亡 虽然警察也出面了 但这些人的行动飘忽不定 警察也根本无奈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他们就是让香港黑帮胆谈的大圈帮 当年让香港黑帮胆谈的大圈帮 究竟是什么来头 大圈帮是香港黑化 全格来说 大圈帮并不是一个有着完整架构的帮派 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大陆到港澳台 从事黑社会犯罪活动的人和群体 当时的港澳地区为了区分本地黑帮和外来黑帮的区别 于是统称这些外来犯罪团伙为大圈帮 大圈帮的成员 三教九流什么阶层的都有 像什么社会精英 泛夫走族 退伍军人 和当年的下乡之亲组成 展开全文之所以 这些大圈仔比香港本地黑帮还厉害的原因也很简单 这些人大都经历过东南部安的岁月 或者经历过刀口舔血的战场生涯 因为没有好的出路 所以最后通通走 上了犯罪道路 大圈帮的这些人员嘴上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自己是烂命一条 机嫌远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圈帮的这些人和香港本地黑帮战架的时候 为什么英勇无畏下手狠辣的根本原因 虽然当时的香港黑帮也想放下成见一致对外 但终究没辙 这些大圈仔飘忽不定 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个阵地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些大圈帮突然就消失了 这让香港本地的黑帮高兴不已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这时候的港英政府加大了 对于香港本地常驻人员身份的轻小问题 由于这些大圈帮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些暗底 弄不下来身份证 最后他们只能选择离开香港 据说 当年这些大圈帮的成员 后来大都偷渡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在那里 他们很是为华人长脸 当时在海外的华人比较懦弱 所以被越南帮压制的死死的大圈帮的这些人来了后 看到这种情况非常不爽 于是和越南帮商谈 表示唐人街附近要华人们自己管理 但越南帮的这些黑社会很是看不起 甚至还羞辱了大圈帮的这些人 最后恼怒之下 大圈帮的人员将越南帮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以至于这些越南帮的成员报警求助 当地警察对此事而言 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过分 愿他们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